他患有先天性地中海贫穴症 每个月到医院输多少包血才能维持生命 吴春辉今年32岁 三岁那年 他被诊断患有先天性地中海贫穴症 七岁就开始靠书写为生 如今他每三个星期就要到医院书写 从小我就认听说 自己没有同年龄的儿童长得高大 因此就影响了我的自信 就个性比较内向 不随意结交新的朋友 从小就是每个月需要输血 放学后需要去看医生 然后就隔天就要去输血 然后还要 晚上还要需要打针 后来就是抗开了 因为体内红血球的缺陷 春辉不能从事太劳累的工作 他选择开私照车 灵活的工作时间让他能定期到医院输血 比方说是销售 只需要跑来跑去那种工作 或者有计划创业 很像做吃的那种比较劳累 比较需要劳动的体重 那种东西那些也不大适合 哈啰 你好 早安 来 看看 这一天 前线编导来到春辉的家 他打算先吃早餐再到医院输血 他前几天还病倒了 做书血之前 你的身体会比较虚弱 还是你会感觉比较累一点 从上不回 我儿子大概一年多没有生病了 然后一次来就够力够力 来到新加坡中央医院的血液中心 春辉先得验血 再由护士为他进行书血 他每次要输三包红血球 全程七个小时 春辉现在你感觉怎么样 现在比较精神 进了血 然后脚一点冷 可以了 平常才好 第一包红立刻就可以挂上新的血 三包红了就可以回家了 捐献者的每一滴血 对春辉来说何其珍贵 他就曾经因为血库不够血 而从原本的书三包血 减少到两包 其实一包就是足够我一个星期的活动量 就是下一个数学日需要提前 万一有一天没有血 就是很糟糕 不过红了 大红尘 就是下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是下一个星期的时间